刚才我接到一位神秘嘉宾 为新郎新娘送上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这位神秘嘉宾 见证了新郎新娘四年的相爱历程 今天终于开化结果 他说这是一份 非常简短的小小的影片 代表着他对新人全部的祝福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要不要我陪你出去走走 好啊 还记得吗 我说过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啊 妈妈说找到了你们的夏娃 真的啊 现在只是有些线索 如果这些线索 能够被证实的话 就能说明你妈还活着 什么证据啊 是不是像这样啊 是不是 太坏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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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个视频到底哪儿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 是婚庆公司安排的环节 他们交给我的 我就是按照原本订的计划 把准备好的视频交给司宜 这个USB里面的视频文件 在播放的电脑里都会有 我们刚才比较了一下 U盘上的视频文件 都被改掉了 这个U盘是谁保管的 婚礼的道具都是我保管的 我怕丢 所以说把它放在化妆间了 这东西是都在化妆间 但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呀 新娘一出去我们就都跟出去了 换衣服才会化妆间 好了 你出去吧 这件事情不用查了 也不用问了 是谁做的显而易见 然然 你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吗 你说那视频是我放的 你有证据吗 证据 这个事情是你一手精心策划的 怎么可能让我找到证据呢 你骗得了你爸爸 骗不了我 我以为你的那个祝福 是真诚的 祝我们幸福 祝我们快乐 原来都是假的 你就一直没俺好心 你一直想拆散我们 然然 你的妈妈已经死了 你这么装神弄鬼的 吓唬谁呢 爸 这事我真不知道 那视频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你有本事做 怎么就不敢承认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然然你可是 一点都没必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这可是我们的家务事 你最好别查事 我不管是谁的家务事 只要是然然的事 那就是我的事 然然一直跟我在一起 从来没有离开过 除了我之外 外面十几个人都可以证明 她没有离开过餐桌 她怎么去的住空台 播放影片是婚庆公司负责的 谁都有可能去篡改 油盘里的文件 你如果说是然然做的 请拿出证据 如果没有 那就请闭嘴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怎么说话了 就许你肆意诬陷 就不让我说句老实话 要是说有嫌疑 在场的每一位都有嫌疑 包括你自己 只是现在 我们争论是谁放的影片 有意义吗 这段影片的真伪 不是更值得我们去追查吗 之前韩芸失踪 之后不久就出了车祸身亡 时间是一二年九月 可刚才那段视频时间是 一二年十二月 如果说这段影片是真实的 那么之前宣告死亡的那个人 就不是韩芸 秦山良养院 我妈在的时候 一直往那儿打款 只要找到这一家清商良养院 我相信真相马上就能出来了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我以为你会真的接纳我 看来是我太天真了 你根本就不可能接纳我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但是一个人可以死而复生 还有什么事情 不可以变倒黑白的呢 少先生 你在英国是做哪一行的 我很清楚 在视频中要一个死人复活 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我敢不证明 有什么病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